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JYP版的Cutbit 4月11号,博物Korea官方YouTube频道 上传了旅金接受采访的影片 在影片中旅金表示 希望能像SMTOWN YGFAMILY一样 举办JYP的演唱会 或者是跟公司其他艺人组成小分队 这样我就能照顾到后辈 或者是得到TWICE姐姐们的照顾 感觉会很棒 然后旅金再被问到 如果要组成旅金专属小分队的话 会怎么安排 旅金回答 这个好难啊 但是有想过组成这样的组合 将MX一集TWICE的主唱 Lily、Haywan、Lia、Gyo姐姐聚集在一起 推出合作曲的话应该会很有趣 JYP工作人员们看到了吗 赶紧进行家族演唱会 只是听旅金做的Boker Idol组合 就很心动了 如果出来的话真的会不得了的 这里再加上哪言后五人组合不行吗 我真的很想看这个组合 甚至连舞蹈都很厉害 真的太棒了 真的想看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Lisrappin拍啤酒广告的话 这是一位网友用Lisrappin的回归预告照片 P的啤酒广告 觉得蛮有趣的 所以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能甩掉队长压力的一杯 艰辛挑战后为了成就感一杯 为了艰辛舞蹈后的我一杯 脱掉闷人的芭蕾舞鞋后一杯 最喜欢玩耍 这是Boloro的歌词 只有我觉得很有趣吗 没有趣就算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一定会有一个你的理想型的XOK出道颜值 然后虽然不是XOK 但是很多人提到的秀明 XOK真的是颜值传奇组合 歌唱舞蹈实力超强 连颜值都超强的成员们能聚在一起 真的是太神奇了 传奇颜值 连中国秀明们长得也都很帅 长得帅是长得帅 但是XOK有一种富家子弟的气氛 那个时候去电视台的话 能听到工作人员们说 他们怎么长得这么帅 说实话 每个人的心中应该都有过一次XOK吧 所以只能选一个人 就当一次小孩子只选一个人的话 谁是你的理想型呢 他 对那是什么 对那是我们发生的 对那是在同时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